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核废水排放出来的污染量 远远低于你们平常日常就在制造的各式各样的重工业啊 完全完全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是一个其实资讯上面的一个 你可以说是操作也好或者是讨论也好 其实有那么那么多你们每一天都在创造的那一些废弃物 光是你们现在例如说你们用的宝特瓶 你们用的免洗餐具 尤其现在你们那么喜欢叫外送 每一餐丢出去的那些东西 常常都丢到海洋里啦 那个远大于他们日本的核电厂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进化之后 在排放出来的水 远大于远远远远远远 可是这一次为什么有争议 其实是一个信用的问题 你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核电厂也好 或是日本的政府也好 基本上大家是对于他们讲的话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相信 所以其实是因为怀疑 所以才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我怀疑的人 所以我就永远的去质疑你的安全性 因为即便你跟我说你已经做了多少多少的过滤 这是绝对安全的 可是我不相信你讲的话是真话 所以其实是在这个上面 才会有这一些讨论跟争论的 不然实质上面所谓的污染 根本无伤大雅 核能也是一个工具而已啊 基本上我觉得它没有比你们的外送更毒耶 核能是干净的能源吗 不干净啊 我觉得所谓的 关于例如说用核能比较干净 用火力发电可能污染比较多 这都只是你站在哪一个观点去做评论而已 因为你们说核是比较干净的 可是制造一个核电厂所需要的那些资源 建造它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污染的呀 然后加上后面的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去储存那些核废料 那个的危险性可能造成的污染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呀 但是那个风险是在之后才会有可能产生 就是它有没有核废料的外泄 但是如果说以火力来讲的话 那个污染是很及时的 我一边烧那个碳那个煤就直接就在空气当中了 所以那个污染那个埋害是及时的就造成的污染 坦白说我觉得都只是一个过程 就是你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真的所谓叫做干净 怎么样叫做可以跟地球共存共生 然后以污染跟影响地球环境最小的方式去生活 怎么样跟这个土地是可以一起合作好好的共好 你们要找到一个这样子使用能源的方式 那个才是你们的目标啊 目标其实不是在这边争辩 A或B两个都不是很好的工具谁比较好 你们其实要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的 有一个新的东西就在你们之中 上一次很久之前有一次跟朵柏子在聊怪兽电力公司的时候 也聊过了关于能源不管是你们现在现存的火力的 或者是电力的或是太阳能或是水力或风力的 都不是终点 你们还有一个很干净 而且每一个人像都有 甚至在你们生活当中 常常每一天你们都在呼吸的空隙里面 就存在的那一个物质 是可以被你们拿来运用 可以用那个来发电的 而这个东西你们还没有把它整理出来 还没有把它量化跟实践出来跟分享出来 你们还没有找到使用这个能源的诀窍 以前特斯拉曾经非常接近了 可是后来当它过世之后 它的这个东西并没有再一次的这样子完整的流传下来 所以现在你们全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新创公司 在找寻这一个所谓的你们讲 可能叫做能量厂或是脑厂 我摸不到的东西当中 其实是有能源可以供应我们生活的 怎么样把它转换成可以运用在动力上面的 你们还在找它 而这个东西会发生 会发生 尤其当之后跟外星的科技互相交流之后 这个东西会更快的发生 所以等我们人类找到那个能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跟地球和谐的相处 是是 但是那个时候也会再出现另外一种争辩 它就像外星科技一样 所以人们会带着很多的怀疑 很多的质疑 来去面临这个新东西的转变 这个东西在那一次又会有再一个的互相的辩论 但是我是很乐见其成的 当这个东西真的开始运作起来 那个效果出现的时候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开始愿意跟进 然后那个时候你们其实生活已经跟现在会很不一样 而你们的吃 你们的住 你们的移动交通 都会跟现在用很不一样的方式在进行着 那我跟大宝这辈子会见识吗 可以见到 可以见到 但我如我所说的 你们每一刻每一秒都可以创造不一样的未来 跟不一样的前世 如果有越来越多人相信 越来越多人愿意付诸行动 那可能性就会更大 但是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 现在不需要把注意力放在争辩 两个其实都不完美的工具上面 这两个都只是让你们看见 你们需要去找到一个更捷径 然后更跟土地共好的能源的产生方式 而不是现在这两个 所以花太多力气在争辩不如去开发跟发明 去找寻新的东西吧 我觉得他最近可能对我们一直点Uber这件事情 很有看法 我快笑死了 大家都一直在问说 分隊之前一直讲说有外星人要来 要不要聊一下这个 可以啊 没有问题 有点 你 我好 有点 有点 这 没关系 着